哈喽大家好 我是九哥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九哥最近新上架了一部小说 叫做拜师九叔 元素有很多 有厉鬼 僵尸 猛兽 神仙等等 写的挺好 也挺热闹 希望大家能够像支持中国民间故事一样 支持九哥的新小说 希望大家能点个订阅 收听一下 支持一下九哥 谢谢大家 咱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从前胡阳镇有一个穷汉子 名叫胡大奎 从小就是个瘸子 家里又穷 三十多岁了 还光棍一个 有这么一天夜里 大雪纷飞 胡大奎坐在炭火旁取暖 就在这个时候 院子里的鸡突然叫个不停 胡大奎以为是鸡下蛋 可是到了鸡窝一看 啥都没有 就一瘸一拐回了屋子 谁知过了不多一会儿 那鸡又咯咯咯的叫了起来 胡大奎又去看谁知刚走到院子里 只见白雪矮矮的地面上竟然站着一只黄鼠狼 胡大奎不由的气不打一出来 因为就在前不久 他的一只鸡离奇不见了 他怀疑就是被黄鼠狼给偷走的 想到这里 他从墙角拿了一把铁锹 欲取其姓名 谁知拿着灯笼进前一看 这只黄鼠狼后腿已断 鲜血淋漓 似乎被人砍断的 胡大奎说 你也有今天哪 谁知这时 黄鼠狼竟双前腿靠拢 匍匐在地 不断磕头 看了此景 胡大奎心中一颤 心说 难道这黄鼻子是在求自己救他 要想当年自己年幼家中贫困 父亲为了给他要饭 拉着他给人磕头 只为一块窝头 自己与父亲当日之举 如同今日的黄皮子 同样可怜兮兮 让人同情 想到此处 胡大奎便丢下铁锹 将黄鼠狼抱进怀里 走进屋内 想想自己的鸡 可能不是黄鼠狼偷走的 就算是黄鼠狼偷走的 也可能不是这一只黄鼠狼 见着黄鼻子实在可怜 若不救心中不忍 于是从柜子里面 拿出创伤药 给他伤口敷了药 随后又给他包扎了起来 药有止血止痛之效 敷上以后 黄鼠狼比刚才精神好了一些 外面天寒地冻 若将其扔于室外 定是难逃一死 不如好人做到底 于是又将其置于炭火一旁 为其烤身取暖 过了这一夜 黄鼠狼精神更加好了一些 胡大奎吃饭之时 忽然想到 自己饿了 他肯定也饿了 自己家中无肉 只有米饭 就试探着给黄鼻子一些 这黄鼠狼兴许是饿了 吃其米粥如食鸡肉 大口多饮 临近中午 胡大奎见黄鼠狼已无碍 就将其放归村后的竹林中 然后反身回家 寒来暑往一过三年 这天胡大奎拿着锄头 去院子里面挖钩种菜 干着干着 他忽然跑到一个木箱 打开一看 或顿时金光四溢 他大吃一惊 没想到这里面居然是一箱金子 数了三遍 都是足足的千两黄金 胡大奎穷了半辈子 没想到今天发了大财 他把黄金抱进屋里满心欢喜 笑着笑着 他突然睡着了 梦中出现了那只 自己曾经救过的黄皮子 只见那黄皮子摇身一变 成了一位长须老者 胡大奎吃惊不已 那老者说 大奎莫慌 今天入你梦中 只为报答解惑 那一箱的黄金乃是我所赠 望你以后继续多行善事 自有福报 胡大奎问 老先生 你是谁呀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你只要记得 我说的话就可以 那千两黄金 你只管安心用 那是对于你给我救命之恩的回报 老者说完 瞬间消失 胡大奎惊醒过来 才知黄金的来历 他想那老者一定是仙人 当日救了他 如今换来重谢 如果当日自己见死不救 命运将会大不同了 想到此 他发誓今后更要多行善事 积累福报 都咱大奎 如果让你尽小 都给你尽小 与打工 你们